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地媒体指出至少三间教堂 以及另外两间五星级的酒店也遭到爆炸攻击 可以看到大量门窗都被镇碎玻璃碎片弹飞到道路上 饭店外墙已被炸得面目全非 21号是基督徒开始庆祝复活节活动的日子 目前还不清楚事件是否是针对节庆或宗教性的恐攻 但攻击事件已经造成大量死伤 其中包含外籍观光客数百人被紧急送医挤救 死伤人数恐持续不断攀升